你看今天上棚里来转悠 偶尔去观察一看 哎呦开起来了 这是赫网兰 它的花间是在秋天就长出来了 直到现在才开放 但是呢也要开败了 这么大的一个花 底下黑颜色上面白颜色 并不是很漂亮 这就是我们买到的那些不开花的赫网兰 也叫做尼古拉赫网兰 我这为啥开花呢 因为我摆到地上了 它的灌符就底下长这么粗了 所以说它现在有花了 那为啥要给它做视频呢 因为我之前说过 等它开起来的时候给它做视频 不然不做视频又错过了 这也是一种比较稀奇的 在南方地区应该是很容易开花的 因为南方地区待到地上 我们在花盆里待种 想要让它开花就比较难了 我在花盆里待了好几年的时间 待到地上 今年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 你看现在就长花间开花了 而且整个叶片的高度都长到六米了 你想想一下 它需要达到什么体液才能开花 你在花盆里能养得这么粗吗 你在花盆里能把它养得这么高大吗 一个叶片都比我两倍都高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养它开花的话 除非在棚里地在 如果说在花盆里很难 一般在花盆里就当作一款官叶里 绿植去养就行了 放到室内光照弱一点地方 保证水分不缺 定期隔上半个月或者十天 去搬到建光的地方给它建点光 再去定期的补充一下 高氮肥比如花多的时候 它就能够正常的涨 然后叶片油绿 去欣赏叶子就可以了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花蕾的样子 看到了吗 一般 很一般 不是很好看 但是它也能够开花 好吗 好吗 好吗